大家好,今天分享一篇文章关于韩国瑜烈 部分居第一名,可多拿一百万票 这个是赵少康说的 我刚开始看完标题以后还以为真的是这样吗 原来是赵少康的一个期望 好,我们先看一下新闻 新闻来自一众市,新闻是这样讲 听韩国瑜列部分居第一名 赵少康经报至少多拿一百万票 2024总统大选外界关心 蓝白阵营整合中广集团董事长赵少康 26号下午表示 正式曾与韩国瑜韩滨好龙斌会面 大家有共识在十月中行事明朗后来谈整合 赵少康更语出惊人地说 支持韩国瑜列为国民党部分居第一名 起码可以多出一百万票 赵少康今天下午接受媒体联访 正式曾于9月13日与韩国瑜韩滨好龙斌聚餐 会众大家都有共识 在十月中旬行事明朗后谈整合韩国瑜大约 在十月初多一点从欧洲回台后 就会准备出手 赵少康透露去年战斗兰 服选县市医院成绩很好 立委参选人也想找他帮忙 希望战斗兰再次站出来 大概中秋节过后会开记者会 战斗兰再出发 目前大概有30个人都是火力很强的人 可以提出共同证件 狐狸相互支援 对于蓝白鹤也会有发言的立场和角度 赵直言 我就认为韩国瑜应该列为不分区第一名 韩国瑜列不分区第一名 起码可以多一百万票以上 像这种状况之前都是高层喊话 将来要换基层喊话了 媒体也问及报道称 有挺猴要脚积极运作 判能促成韩在后友谊的竞选架构中担任要支 回中是否有谈及此事 赵少康表示没有谈 那是猴伴自己要运作 好标题就是 我先看到了挺韩国瑜列不分区第一名 真的吗 还不知道 这个仅仅是赵少康的一个建议 其实这个建议在之前已经有人在说 这是没人理 没人接下茬 所以就过去了 赵少康等于是今天再次把这个话题拿出来 希望国民党能够重用韩国瑜 其目的就是在韩国瑜的身边 还有一大批的韩国瑜的支持者 我们把它叫做韩粉 今天依然在 就在我们的粉丝里边也有很多忠实的韩粉 他们坚决的支持韩国瑜 但是韩国瑜如果不出来的话 他们这个票投给猴还是不投给猴 其实到今天他们都不能确定 也就是猴友谊当年对韩国瑜的态度 不牵韩国瑜的手 不为韩国瑜站台 说我就只管市政 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这是一个现实 猴当时不挺韩国瑜的原因 就是整个国民党的上层并不挺韩国瑜 总统大选也不挺他 罢韩的时候也没有支持他 也没有帮助韩国瑜去保住这个市长的位置 其实罢韩明显的叫做韩 就是做票把韩国瑜做掉 傻子都看得明白 难道国民党这些人看不明白吗 可是国民党在罢韩这个问题上 一个字都不说 有那么几个人劝韩国瑜 你就干好每一天 司法上诉也没有用 因为司法在民进党手里边 最后做票 警察在门口把着 这一切一切所有人都看得见 把韩国瑜干掉 就是在国民党的帮助下 在国民党的协助下 由民进党直接出手 由所有的国家机器 不管是警政署也好 中选会也好 借助一个民间的团体 生生的把韩国瑜做掉了 为什么要把他做掉呢 就因为高雄那个地方 是民进党贪污腐败的老巢 那个地方贪污腐败的案子非常之多 必须把他干掉 尽管韩国瑜根本就没想借他 那也把他干掉 整个这个过程 韩粉们是看得见的 韩国瑜的支持者也知道 所以在半韩的过程当中 在总统选举的过程当中 韩国瑜灰溜溜的一句不吭 就乖乖的走掉了 到今天 侯友宜你出来了 你反过来让韩国瑜来帮助你 当年你没有帮助他 韩国瑜怎么能帮助你呢 韩国瑜本人也想帮助 但是这些韩粉们的情绪 怎么来平衡 韩粉们这些的票 怎么投 所以赵少康的提议就是 为了把韩国瑜的粉丝 把韩粉的票拿过来 投给侯友宜 所以建议国民党 把韩国瑜列为 不分区的第一名 也就是将来给他一官半职 这样能够让韩粉来 投侯友宜的票 他的目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能不能实现呢 首先这是赵少康的建议 那朱立伦要不要给韩国瑜这个机会 包括侯友宜在心里 是不是真的很看得起韩国瑜 这个我们应该都可以判断的出来 如果侯友宜也好 朱立伦也好 从心底上就佩服韩国瑜的勇气 尊重韩国瑜 以及愿意帮助韩国瑜 他当年就不是那种样子 如果侯友宜的内心深处 朱立伦的内心深处 还是蔑视韩国瑜 觉得你就是一个 已经被淘汰出局的一个子 你还有什么用 仅仅是想利用韩国瑜 这点选票的话 那他们有可能 假惺惺的给一个不分区 有可能不给 从我的解读来说呢 我认为在侯友宜的内心深处 在朱立伦的内心深处 并没有把韩国瑜当作一块料 看得起韩国瑜的 都是他的支持者 都是老百姓 真正在国民党的上层 韩国瑜是没有地位的 韩国瑜走的是草根路线 也就是他的做法老百姓认同 只要是老百姓认同的 上层一定不认同 那侯友宜走的是什么呢 上层认同就行 我不用管老百姓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是 赵少康这几个战斗篮 前一段有声音 最近没有声音了 想建议国民党的党中央 把韩国瑜放为不分区的第一名 以此来吸引韩粉的选票 来投给侯友宜 能不能实现呢 不知道 就算把韩国瑜摆在不分区的第一了 这些票 总统的票就投给侯友宜了吗 不一定 这个东西 政治是有立场的 如果他一旦讨厌某一个人的话 他这个观念不太容易改变 不会因为你有点小英小会 他就投你的票了 因为这是铁粉 如果中间选民的话就无所谓 投谁都无所谓 给点好处我就投你 说两句好话 喊两句口号 中听的口号 我就投你 长得精神一点 我就把票投给你了 但如果是铁粉的话 他有立场 他有想法 这种情况下 他能不能投给侯友宜 我到现在我都不认为 韩粉就因为给韩国瑜一个不分区第一 就通通投给侯友宜了 不一定 因为他们不需要考虑那么大的志向 他们只是认为 韩国瑜应该选总统 如果你不让韩国瑜选总统的话 就不行 要想让韩粉来投侯友宜 我认为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让侯友宜搭韩国瑜副手 也就是侯 韩配 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瑜有可能出任副总统 韩粉们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把票投给侯友宜 如果不是侯韩配 如果不是侯韩配 只是给韩国瑜一点香饱饱 给你块食 你先吃着 这点东西 不一定能够打动韩粉 就让韩粉来投侯友宜 到底何去何从 我们等等再看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